优酷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张逸池 我在《斯腾》当中饰演的是严芙瑞 对于斯腾来说严芙瑞是什么 A 至死不渝的忠仆 B 一起被打倒下跪的战友 C 竟然没有任何感情戏的男二号 D 其他 其实偏向 偏向飞吧 没有任何感情戏的男二号 昨天拍他们的一个情感段落 就是两个人至死不渝的爱情 然后我也在边上 然后大家都问我 然后导演问我 我说你在这尴尬吗 我说是 就是有点电灯泡的感觉 在剧组应该是归灯光祖管 强行的告诉自己 斯腾不是你的太医奶奶吗 你俩是亲戚关系 就是演一个不走这根弦 然后就不会被伤害的 对于秦范来说 严弗瑞是什么 A 跨物种恋爱的见证者 B 闹脾气时的传声筒 C 伺候斯腾的接班人 D 其他 我选择A吧 严弗瑞在这个剧当中 其实是见证了 秦范和斯腾的爱情的发展 闹脾气时传声筒 有 有就是 这没办法嘛 因为他不敢直接跟斯腾讲 因为斯腾一掌就能给他扇飞了 第三个 以下哪个选项最能概括严弗瑞的日常 A 严弗瑞围观 B 严弗瑞惊恐 C 严弗瑞挨打 D 严弗瑞嚎啕大哭 我选A 严弗瑞围观 虽然后面BCD也是经常的事情 但更多的时候 它是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状态当中 看看事态发展到什么地步 家在师父和朋友的血海深仇中 严弗瑞如何自处 A 朋友是手足愧对师们 B 朋友是什么 不存在的 C 纠结到自稳归天 C 吧 在剧本当中他是孤儿 然后从小被深不秋山带大 但严弗瑞是一个是非观很正的人 围观跨物种恋爱是从怎样的体验 A 整个世界都充斥着恋爱的酸臭 只有我保持了单身的清香 B 陷入物种起源的深思 C 不甘落后强阻CP 有点A 吧 偏A 因为B 陷入物种起源的深思 不是他的神 这是王乾坤的神 他是一对科研有着无限热爱的人 但严弗瑞不动着脑子 如果有绝对自主权 你会选择以下哪位组CP A 民国美妆达人斯藤小姐 B 包子女神贾灵灵 C 可甜可闲的王乾坤 D 建筑精英勤放 这个为什么会有C和B 那我还是会选择A版 斯藤小姐 因为说实话 就是他应该 我觉得 斯藤是符合 一个 像比如说像 严弗瑞这样 对于一个女神所有的欢喜吗 现实中的理想型也是斯藤这样的吗 就你不能强求 理想的你肯定就是越真越完美越好的那种 但是可能会压力很大 如果要评一个剧组之最 严弗瑞算是剧组最快的人吧 因为从戏上来讲 他一直是在承担一个喜剧的东西 如何评价严弗瑞的时尚风格 A 苍城山时尚 Icon 波西米亚男神 最炫民族风 最炫民族风吧 还有这个中式的这种特点 以下哪场戏拍摄最辛苦 和我把防暴都痛哭 被白鹰毒打给房乾坤化妆 比其他 应该是A 对 其实像动作戏 或者喜剧比较热闹 调的比较多的戏 倒也不辛苦 辛苦的是有一些你需要调动情感 像这种照顾小孩的经历 我没有 这就需要调动很多的情绪去幻想 如何评价导演的演技 A 炉火纯青 已出神入化 C 被导演耽误的好演员 B 请自行飘过彩虹皮 就吹是让我吹是吗 其实我觉得 炉火纯青吧 他在剧中饰演白金嘛 第一个网红 有一天在现场差不多是两页纸吧 他自己做PPT 然后给大家讲 都觉得他应该会背不下来 但是真的一起合成 因为他可以用自己的话 自己的语言 然后灰声灰色的去讲 是一个炉火纯青的演员 然后那天就是大家都是一个踏白观止的状态 导演的造型怎么评价 其实他自己应该是别具匠心的想法 根据自己的脸型设计了自己的飘逸的长发 非常有那种侠客的这种感觉 对自己的延迟单应该是充满了自信 用一个词形容思藤这部剧 我觉得是靠人心弦吧 一起去猜想 一起去幻想 我开机的时候发过一个朋友圈也是感慨 因为这个剧中思藤是藤 然后前方是树 它是一个这种共生的关系 然后我希望就是大树晴天 藤攀岳而上 对自己的祝福呢 我这过程很快乐 结果就一定会是很快乐 上优酷看思藤 会员始终抢先看 更多片场趋势 请持续关注优酷 会员还有更多收获哦